各位阅读基因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我们这次阅读基因会为各位带来的书籍是 QBQ问题背后的问题 作者是John Miller 由远流出版2004年的1月1号出版的 那这本书呢在出版的时候呢 也得到2004年在伯克莱 在金石堂在成品书店的畅销书籍 这本书最主要讨论的一个部分 QBQ就叫做The Question Behind The Question 问题背后的问题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谈的就是个人的担当 但是呢它谈的方式 跟过去所谓的谈观念态度的一些书籍 是不大一样的 它是运用很多的例子小故事 用一些轻薄短小的文章文字 让我们了解原来一个人成功 最重要的是要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 在你身旁有没有很多人 每次碰到问题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错怪到别人头上 在你身旁会不会很多人 每次遇到挫折或困难的时候 首先找到的是 谁应该为这个挫折跟困难负责任 而不是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呢 不管是你还是你身旁的人 有很重要的一点是 当我们碰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我们首先都会把矛头指向其他人 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可是呢 很重要我们都知道 生命的成功是要为对自己负责任的 所以呢 这本书把从一个箭头 矛头指向别人来引导我们 如何把箭头跟矛头指向我们自己 但是呢 你也不用担心 你也不用担心 你自己在看它的时候 你会充满着这种 可能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罪恶 或者是觉得自己很糟糕 怎么会犯这些毛病跟错误 它用很轻松的方式 让我们了解到 怎么样可以做好一个个人的担当 所以呢 我们三段的内容 为各位谈谈 第一段 我们为各位谈谈 为什么你要读这本书 第二段呢 我们会让各位做一下导览 这本书的内容说的是什么 包括这个QBQ的三大原则 到底在说些什么 那最后一段呢 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 你要怎么样运用这本书 这本书在生活里面 你可以怎么样去使用它 而且呢 那这本书很特别一点是 它得到在去年初 在2004年出版的时候 它得到包括杜书武 连强国界总裁胡忠信 知名的政治评论家徐光宇 统一星巴克 Starbucks的总经理 证实研教授 政大教育系的教授 研长寿先生 那他得到这些这个各界人士的一致的推崇 因为我相信好 对于这些人而言 不管是从政治面 教育面 企业面 还是从服务业的角度 或者是学术界的角度 都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现在社会当中有很多乱象 有很多事情 为什么没办法 有效的推展出去 其实都是个人担当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现在 过去跟未来负责任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世界一定会过得更美好 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灿烂的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其实这本书呢 它的很多很多的部分 它最主要 John Miller先生的使命 就是要协助组织 使个人担当成为核心的价值 个人担当呢 它运用一个轻松的方式 用一个易读的文字 轻薄短小的内容 更重要的一点是 它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盲点在哪里 并且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突破它 不过我在这边说 我自己在读这本书 的确 我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就看完了 所以它读起来没什么压力 但是呢 心中总有个遗憾 读完这些概念之后 我都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些盲点 但是呢 很重要的一点是 这些盲点怎么去克服 怎么样运用 怎么样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 去改善自己的心态 那这本书可能交代的 就稍微薄弱了一点 可是呢 这位作者 很特别一点是 他出了这本书 在2004年的1月1号 出了这本书之后呢 那他在2006年的1月1号 适合两年之后 他也出了 这一系列书的第二本 叫做QBQ的五项修炼 为期待呢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能够为各位来导读这本书 QBQ的五项修炼 一样由远流出版社 更重要一点是哦 这本书在第二本 QBQ的五项修炼当中 他就进一步的解决 我刚才提到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QBQ里面 让我们清楚知道 可能产生的盲点问题 并且呢 我们呢 呃 面对这些盲点跟问题的时候 可能状况和这些盲点问题 如果不改善 可能会造成的后果 可是呢 在第二本五项修炼当中 他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去修炼 五个基本的定律 五个基本的态度 来让我们更有QBQ 更有个人担当的 这样的一个意识 而这五个修炼 分别就是学习 负责 创意 服务 跟信任 那各位拭目以待 当然啦 你也可以先从这个 QBQ看起之后呢 你一路顺下去 顺便呢 把QBQ的五项修炼 也一并把它读完 各位 我要这边特别的声明哦 读QBQ的这两本书 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 而且呢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床头书 或者是起床书 谁的床头书 就是你睡前 可以为自己反省反省 而起床书呢 就是因为它轻薄短小的特性 它浅白的文字 可以让你在起床的时候 给自己一天好的开始 让你自己很清楚知道 今天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 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难 或者是不管你爽 或者是不爽 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 关键不在于你遇到什么事 关键在于你可以选择自己怎么想 那其实呢 这本书呢 很具体的部分哦 它就告诉我们 你在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有的态度 包含 你有发现身旁有很多人 常会问为什么 它在这本书里面呢 在它的第四 第四个章节里面 它这里面分成有大概是二十多个章节 这二十多个章节贯穿了它整个主轴主题 而它每个章节呢 都是用短文的方式 所以呢 我这边更正一下 总共有三十九个章节 这三十九个章节都是用短文的方式 读起来是很轻松的哦 那其中呢 它第四个章节就说 别问为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几个问题 比如说有人在抱怨 别人为什么不认真一点 有人在抱怨说这种事情为什么落到头上 还有人会说 为什么他们要为难我 让我没办法好好地做事 你某发现哦 这种语气充满了无奈 无助跟无力 当你陷入一种受害者的心态里面 就通杰克威尔许先生 在他制胜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 不管你碰到的是二组管 还是一个不好的公司 千万记得一件事情 不要自怨自爱 不要让自己陷入停止进步 也就是受害者的状态当中 他这边用的方式是 小媳妇的语气和心态 那基本上呢 跟受害者心态谈的是一样的 所以你某发现哦 也许你在听我的导读 或者你在听我的引导 甚至你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你一直脑中联想到的哦 是很多人都会犯这个毛病 但是唯独你没有联想到自己 那这个现象也是要值得 好好的讨论哦 所以呢 当你眼中看到 都是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自然而然 你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呢 其实人生呢 总是难免会碰到一些 不公平不顺利 或者是一些 让你难以忍受 接受的状况跟对待 那这个时候呢 千万记得一件事情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改善这个现象 千万不要让自己 陷入受害者的状况当中 所以呢 在里面呢 在他第四个章节当中 他也都提到了这个观念 可以怎么样去做转化 他这边也举到一个例子 就是呢 他在坐飞机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位 这个男士 互相自我介绍 然后呢 一位呢 当然是作者本身 John Miller先生 另外一位呢 他就是在这个 另外一位呢 就是在这个 我看一下 另外一位他这边没有写 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就在他们对话当中 其实呢 他们就会 共同建构出 原来大多数的人 看待别人的时候 总有一种 别人为什么这么好的待遇 就好像是这一位 坐在他旁边的朋友 问他 做什么 住哪里 结果呢 发现一件事情 作者John Miller先生 住在纽约市 在华尔街上班 结果呢 他会发现一件事情 作者本身不是股票营业员 也不是律师 那 他只是一个 写作演讲的人 但是却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人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们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可以这么好 而这种为什么 其实是充满伤害性的 因为当你去问 为什么别人可以这么好 为什么上帝对我不公平的时候 其实你是把自己 打落一个 无助的受害者状态当中 所以呢 其实 可以这样子问吧 我今天如何把 分内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能做什么 来改善现状 我能运用哪种方式 作为别人的后盾呢 你会发现 你会给自己 不同的力量 如果呢 你本身是一个 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 或者是你负责一家公司 或者你觉得 你自己的生活压力很大 你常常会有一些 拖延的状态 你常常需要面对 很多的问题跟压力 那这本书 对你来说 又尤其的重要 因为当你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当你碰到一些 难解的问题的时候 难免心中 一定会问 那个问题叫 为什么是我 所以呢 千万记得 把它拿掉 那拿掉它 如果能借由这本 轻薄短小书籍 那我相信 这种投资报酬率 是再高不过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了 在它第七个章节当中 它也提到一件事 进一步 刚刚提的是为什么 进一步 这第七个章节的标题就是 我怎么会碰到 这么倒霉的事 为什么我很建议 各位读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 我们说 它真的很容易读 很容易理解 而且很轻松 总要拿出一些证据 那这个章节 就是一个证据 它说一个故事 它说 在十二岁那天的某个礼拜天的午后 Stacy和飞行员老伴 老爸 不是老伴 登上了一个飞机上面 享受飞机的乐趣 但是升空后不久 就在密西根湖上方 一里的地方 这块 这对愉快的妇女的 这个探险突然停止 因为飞机的引擎熄火了 这时候呢 老爸就转头看Stacy 用一种平静 让人放心的口吻说 亲爱的 引擎不动了 我得用不同的方式 来开这架飞机 各位 听得 听得 听出啊 这句话的玄机吗 好有趣的一句话 用不同的方式 来开这架飞机 今天我发现在我们人生当中 总会碰到一些问题 挑战跟困难 这时候你用的语气是什么呢 你如果是用这一张节的标题 是我怎么碰到这么倒霉的事 我相信你那个时候 你会瘫痪 紧张 焦虑 不仅是你自己瘫痪 紧张 焦虑 你还让身旁的人更为害怕 可是呢 这个有智慧的老爸 告诉他的女儿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 开这架飞机 那我们都可以预料得到 这个故事的结尾就是 他的引擎又再度的启动 当这一对 这个妇女 而避免了这个 坠机的危险当中 所以呢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关键啊 不在于你碰到什么事情 关键在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的态度 成功的人呢 会在危机当中看到机会 而失败的人呢 会在机会当中看到危机 观点 角度 态度 真的会决定你的命运和未来 所以呢 这个小故事哦 你也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个正宁室 这本书真的值得一读 因为呢 其实他不跟你说大道理 但他每一个小故事都能够敲醒你 心中的一些盲点跟迷思 更进一步来看 在他的十六章节当中 提到的是 击败你生命当中的裁判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哦 有时候呢 我们 呃 在运动场上面 我们有时候比如说跆拳道 比如说摔脚 比如说拳击 这个时候呢 你有没有发现哦 除了你本身的技术之外 其实裁判的判决 也会影响到你的胜负 所以呢 在这第十六章节当中呢 他就提到哦 有一个这个 他的父亲哦 这个吉米米勒先生 那个时候呢 他在康乃尔大学担任摔脚教练 长达25年 那那个时候呢 姜米勒先生 在他的父亲的调教之下 终于要披挂上阵的时候 这时候他父亲提醒 米勒先生说 你要击败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你的对手 第二个是你自己 还有裁判 击败你的对手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要击败自己 击败自己心中的 不确定 没信心 或者是呢 让自己呢 会一些紧张 焦虑 等等的 但是更特别一点是 他说你也要击败裁判 为什么要击败裁判呢 这时候他的父亲 对于这方面的解释是这样的 无论双方的实力 多么接近 即使你在加赛的时候 输了一分 即使他做了几次 有问题的判决 你还是不能责怪 那位身穿黑白条的人 于是呢 父亲的结论是 如果你想赢 你就要厉害到 能够击败裁判 再往想到 电影呢 这个洛基系列的第四集 在第四集当中呢 洛基他就到这个 那个时候叫苏二哦 在打全赛 那当然啦 他一个人到一个 充满敌意的这个苏二 苏联哦 那当然他会受到一些压力 尤其是呢 这个对苏联来说呢 那是他们的主场嘛 主场优势 但故事的结果呢 洛基呢 他就赢了那场全赛 他不仅赢了那场全赛 他还赢了整场观众 包含了那个时候 那个苏联的这个 这个苏联的共党的总书记哦 这个等于说是苏联的主席 的起立鼓掌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就让人想到 如果我们今天的努力哦 能够努力到 其实连我们的裁判 连这个所谓的 整个大环境都很认同 都能够去征服他们 说服他们 或者都能够让他们感动的话 那你的成功 绝对是纯度999.999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把 注意力绑架在我们的障碍 让我们努力的充实自己 不管你碰到的裁判 多么不公平 我们依旧是能够成功的 不要去抱怨 我们没办法掌握的事情 我们要让自己厉害到足以 说服我们的裁判 我们是赢家 所以呢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哦 他就用这种简单的方式 用他生命当中的小故事 但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知道 其实生命的主人本来就是自己 我们真的没有 我们真的不能把我们的 我们生命当中的决定权 交到别人的手上 其实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有时候呢 考试不理想 这个事业不顺利 或者是呢 这个感情不顺遂 家庭不和乐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 是别人的问题 但是呢 其实一个人绝对不是过去的囚犯 也不是经验的奴隶 而你是现在的主人 你可以决定 你现在自己怎么想 超好想到有一个 有一对兄弟哦 这个哥哥呢 很成功 非常的积极认真向上 但是弟弟呢 酗酒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一事无成啊 那有人呢 就反问这一对兄弟 问他们 问哥哥 为什么你会那么成功 也问弟弟 为什么你会这么潦倒 他们的答案居然是一样的 他们的答案都是 因为我有一个酒鬼爸爸 哥哥就说 因为我有一个酒鬼爸爸 所以呢 我知道我不能像酒鬼爸爸一样 我要更努力 我要有一个反向的动力 让我自己攀越人生的高峰 但他的弟弟却说 因为我有一个酒鬼爸爸 我在这么糟糕的环境之下 所以我只好选择 我要过这样的生命 所以你会发现哦 你不是过去的囚犯 你也不是经验的奴隶 你是现代的主人 所以呢 从自己做起 让我们自己投身 让我们自己言行一致 而这本书呢 其实我觉得哦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人资部门的主管 除了你自己一定要看之外 切记一件事情 你也可以把这个里面提到一些观念 引用到你的内部会议 甚至于他里面有提到哦 他在一个组织里面担任顾问 在墙上的大厅当中 在大厅的墙上 写了一个他们公司的指导原则 叫做员工是我们最大的资产 可是呢 在这公司每次被纳入预算 而且呢 最早被砍掉 却是训练经费 这个不仅是在公司哦 其实呢 在我们身上也常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宁可呢 花个两三百块去看一部电影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 同样的花两三百块 让我们亲近一个知识 让我们的脑袋得到更多的养分 所以呢 其实关键在你的选择 这本书为什么你要去读它 因为呢 其实它在在的都用一种 很生活 很切忠 要害的角度去提醒我们 其实你才是生命的主人 所以呢 这本书我可以说是送礼自拥两相宜啊 因为呢 人总是记性很差 旺性很好嘛 这观念也许你都知道 但是呢 你有没有去落实呢 总是呢 把它摆在床头 让它无时无刻的提醒你 对你一定有帮助的 但是当你碰到一些人 他生命当中总是自怨自爱 这个突然之间 你砸了一本 有关于辅导啊 心理啊 等等的书砸啊 他面前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他根本没有勇气翻开来看 在他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前 他已经被这一本厚厚的大布头书 所吓倒了 但是呢 如果你用这一本QBQ 当做是去鼓励别人的一个礼物的话 那其实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不仅文字浅白 他还图文并茂呢 他常常会引起你一个会心的微笑哦 所以呢 最后我推荐这本书 除了以上的这些理由之外 更重要一点是 他引用了一个祈祷文 这也是我很有感觉的 一个美国的著名神学家 尼布尔 他的祈祷文是这样说 愿上帝赐我平静 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 愿上帝赐我勇气 改变我能改变的事 愿上帝赐我智慧 明辨两者的差异 而QBQ 把这一篇著名的祈祷文 修改成为人人适用的祈祷文 他说 愿上帝赐我平静 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人 愿上帝赐予我勇气 改变我能改变的人 愿上帝赐予我智慧 了解那个人就是我 你想改变吗 你想让你自己真正的成为 生命中的主人吗 你想要在生命当中 发挥真正的潜力 与真正的力量吗 首先你要学会负责任 学负责任 不用听别人跟你说大道理 不用去让自己 像一个犯错的小孩一样 去认错啊等等的 学会负责任 其实这本书 QBQ 谈个人担当 它是你一个 很好的起点 也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方向 我是各位好朋友凯宇 那你相信借我的导读 已经很清楚 知道为什么要读 QBQ这本书 所以千万记得一件事情 知识是你自己的 读了才是你的东西 所以呢 希望你除了能够亲自 亲近这本书之外 还能够跟我们一起推动 书香社会 阅读人生 再会 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接下来呢 进入我们QBQ 这本书 到底它说什么内容的部分 它的内容呢 基本上如果用一段 简单的话 就可以说完 那这段话就是 先修炼自己的想法 接着问比较好的问题 最后付诸行动 所以呢 这本书 其实它贯串的东西就是 想法 问题 行动 其实有时候呢 我们往往呢 没有一个正确的想法 就自然不会问出 有建设性的问题 不会问出 有建设性的问题 自然这个问题 就无法引导出行动 所以呢 其实QBQ 有三项 简单的指导原则 而这本书的 39个段落当中 就是按照 这三个指导原则 去做铺陈 这三个指导原则 分别是第一个 以什么 或该如何 这两个词来发问 而不是为什么 什么时候 或谁 简单来说呢 什么 该如何 叫做离心现象 或者是呢 试着找出解决方案 而不是在 厘清到底问题 出在谁身上 或者是在 归咎 责任归属 其实当问题发生的时候 你去归咎 责任归属 已经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呢 其实 其实第一个原则 就明确的告诉我们 想法的部分 第二个呢 QBQ的三项简单指导原则 第二个叫做 包含我 这个字在内 而不是他们 我们 你 或你们 也就是说 不要把问题的责任 推到别人 推到别人身上 甚至于也不要推到 所谓的我们 不要企图稀释 你应该负起的责任 第三个 把焦点放在行动上面 所以呢 这三项指导原则 会衍生出很多 很有趣的讨论 再为各位说明一次 第一个 以什么 或该如何 和这两个词 来发问 而不是 为什么 什么时候 或者是谁 第二个 包含我 这个字在内 而不是他们 我们 你 或者是你们 第三个 把焦点 放在行动上面 虽然我们来看看 它的整个内容的结构 它39个章节当中呢 在这个 第一个章节 到第三个章节 就是一个 所谓这个 整个QBQ架构 跟概念的一个 算是比较像是 前倒的部分 而第四个章节 到第十四个章节 就是刚刚那 三大法则当中的 Rawed One 第一个法则 也就是 以什么 或该如何 这两个词 来发问 就是分别在 讨论这个部分 从它的第十五个章节 到第二十七个章节 就是谈第二个原则 叫做 包含我 这个字在内 而不是把责任 归咎到 除了我以外的 其他的课题 而二八 二九 三十 这三个章节 就是在谈第三个原则 叫做呢 把焦点 放在行动上面 从三十一之后 到谈到三十九 它里面谈了很多 有关于领导 这个部分 而再做一个 整体的收尾 更重要一点是 QBQ 它是一个实践 它不只是一个观念 所以呢 最后的章节 它告诉我们 所谓的学习的动力 要我们再重复的看它 也好在啊 这本书 你去重复的看它 压力是很轻的 因为轻薄短小 如果呢 你想亲近一份知识 如果你想培养 阅读的习惯 其实这本书 是我极力建议的 一个最好的开始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这本书的内容 在谈内容之前呢 其实还不免 在提醒各位 它谈的是一个 做事的心态 如果呢 你想要了解到 QBQ的实践的话 那当然 今年1月1号 出的这本书 QBQ的五项修炼 那也很建议你可以 一并看它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哦 它的内容 其实呢 既然要问一个 更好的问题 首先呢 在问问题之前 我们的心态 要能够先调整正确 虽然在它第二个章节当中 告诉我们 其实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 你可以做一个 更好的抉择 这就让我想到了 有一本书 叫做 是你选择的忧郁 而这本书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 心理学家 一个心理智商 心理治疗专家 叫格雷瑟 所写的 我也很建议各位 如果你对这方面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参考 是你选择的忧郁 简单来说呢 其实很多事情 包括你现在不幸 都是你一连串 选择的结果 所以呢 当你把责任 推到别人身上的时候 是无助于 你的问题解决 有时候呢 我们会说 我不得不如何做 或我没办法改变 其实呢 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选择的权利 即便是 选择 不选择 这也是一种选择 就好像在民主社会里面 不投票 也是一种投票 所以呢 千万记得一件事情 不要把责任 推卸给别人 一旦你开始 推卸给别人 一旦你开始 逃避的时候 你即将会 瘫痪自己 面对问题 成长出 真正自我的力量 所以呢 它其实 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如果呢 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你知道 其实很多事情 是你自己选择 它的呈现样貌的话 它这边就特别提醒我们 其实你在面对 QBQ的时候 你可以在很多的 现有资源下 闯出成就 往往切记一件事情 我们往往过度于 放大 所谓解决问题的难度 而贬异了我们自己 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实呢 就像在 跳过问题 找方法 这本书当中 所提到的 其实呢 有时候呢 我们会常常啊 钻进很多事情 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们却没有 把对境的地方 挑出来 并且把它 衍生出去 所以呢 其实 有时候 在你既有的框架 跟既有资源里面 往往 就有很多问题的答案 只是呢 我们从来没有去关注它 所以呢 其实QBQ这三个 这三个原则 它也是告诉我们 其实在你的既有资源里面 已经足以让你有能量 可以问你自己 能做些什么 千万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施展不开来 不要去抱怨 别人给你的权力不够 而是你可以想想看 你有没有把你既有资源 发挥到淋漓尽致呢 这东西是我们 值得去深思的 所以呢 在它第十四个章节的部分 它就进一步告诉我们 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隐喻 它说 烂水手责怪风向 船开的不好啊 不要怪风啊 那是你的问题 所以呢 有担当的人 其实他会责怪谁呢 他谁都不责 包含自己在内 因为呢 我今天烂的结果 是过去我所造成的 而如果我去责怪 今天的自己 或者是我去责怪 过去的自己 没有办法帮助我 未来过得更好 那我连自己都不要去责怪 我把我责怪自己的力气 专注在想 或专注在做 我怎么样 可以改善现况 那才是有意义的哦 所以呢 其实一个人 他不要去想改变别人 我们呢 只能改变我们自己 其实有很多人 他看到QBQ 就像作者所说的 其实作者很有 这个 很有 很能够异地而处哦 他相信很多读者 看到QBQ之后 满脑子一定 一直在想 哎呀 谁需要QBQ 谁需要学个人担当 哎呀 我身旁 哎呦 就是你看 就是我那个部署 实在都不负责任 但如果你脑子都是这种想法 你开始要不断地调整别人的话 第一个你会很辛苦 第二个 结果绝对不会是你想要的 所以呢 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神 我们没办法改变任何人 我们唯有改变我们自己 其实呢 我们有时候 包含在 我们的意图的 很深层的部分 我们都想要改变别人 这也是很多不快乐或者是不成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呢 管理者是没办法改变别人 管理者呢 可以用辅导 咨询 教导的方式 但是呢 他就是没办法改变别人 因为呢 唯有这个当事人自己痛下决心 才可能从内心做真正的改变 这让我想到哦 其实之前有导读过 激发心灵潜力这本书 由安东尼罗宾所写的哦 这里面也 谈到很多有关于 其实 唯有你自己下定决心 才能去改善你从今天往后看的日子 不是吗 所以呢 QBQ 为什么说你把他当床头书 自己呢 偶尔给他翻个一两篇 他很轻松 易读 但是呢 却很建议你一定要这么做的原因 就在这里 千万不要把那个矛头都指向别人 千万记得 今天你的部署 如果跟你不配合 你一定也要负一些相对的责任 绝对不会都是别人的问题 所以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哦 今天既然谈到了这边 这边他在第24个章节 他就问我们 那你言行合一吗 你这么说 但你有这样做吗 我们常常说 不要看一个人说些什么 看一个人做些什么 就好像是哦 如果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歌功颂德下班的时候 却说尽坏话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思考 你如果不相信你所在的环境的价值观 那你何苦一定要留在那边呢 他这边就告诉我们相信 否则就离开 生命很短暂 生命呢 就这么一次 你有没有把你的时间 真的放在你认为的美好事物上呢 所以问问自己 如果你的组织不再是 我们达成人生目标的媒介 那为什么又要继续待下去呢 所以呢 其实有时候超越了QBQ 我自己的体认是 除了你个人担当之外 如果你很清楚知道 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不是你达成人生目标的媒介 那千万记得一件事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也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在一些跟你的未来无关的事物 或者是环境上面 所以呢 其实在这边呢 它就 其实这些观念哦 它整个组合起来 它无非就是要引导我们 做到一件事情 叫做行动 因为你知道再多 没有去实践 QBQ是实践而来的产物 并不是叙说而来的产物 所以呢 其实当你不断实践的时候 我们可以预见的一件事情是 QBQ它在你身上 落实并且发酵 你自然而然会变成一个领导人 但很遗憾的是 我们看到很多领导人哦 能力太好 好到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真正符合QBQ观念的领导人 他不是纵容别人 一肩扛起别人的义务和责任 更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 为别人代劳 而是呢 而是呢QBQ真正的领导人 不是服务他人 而是不服务任何人 也就是说领导人不是问题的解决者 而是问题的给予者 所以呢其实回到这本书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整个内容 它整个内容 它除了告诉我们问题的发生 你要有个人担当之外 它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其实当问题发生的时候 怎么样问对一个正确的问题 往往又是一个其中很重要的关键 尤其当你带领一个组织的时候 千万记得 当所有的事情 你要势必公亲 全部要你自己做的时候 你即便有三头六倍也不够用 更何况是领导人的任务 是要有愿景 是要把团队带到一个 for future 未来的一个境地 而不是做眼前的这些事情 虽然你当然要有仆人的心态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呢你的远见 却需要你深层的思考 而深层的思考 或者是激发整个团体的动力 激发整个向心力 却是因为你问对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所以呢问问题是很有力量的 问问题往往能够引导一个人的想法 当借由你的问题 引导这个人的想法 他得到的答案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会深信不疑 虽然领导人如果懂得 问对问题的话 其实领导人是不用下达命令 而是每个人都会 借由你的问题 发现他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呢其实这本书的内容跟架构 是非常有趣的 他这边就问我们 其实在这本书 他的一个部分 他在第37个章节就告诉 就问我们 你今天学会了什么呢 QBQ的一个概念 三大原则 和他整个精神的目标 给你做完总览之后 其实呢 他就是要让你把这些 你知道的观念 变成你做到的观念 所以呢学习是一种改变 如果呢我们选择不改变 表示呢 我们根本没有学习 也就是说啊 当你看完QBQ这本书 你把很多的问题的责任 还是归到别人身上 你把你现在脾气不好 归咎到你父母亲教养你的方式不对 那这都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呢 其实就这样 就这讲到这边 就让我想到 在这本书哦 作者 他在自己的序当中 他就有提到哦 他在序当中 他提到说 他有次去一个加油站的 附属的咖啡店 这便利商店买咖啡 结果呢 他去看 哇咖啡没有了 结果他就问店员说 哎没有咖啡咯 结果这位店员很先啊 他指的距离自己 不到十五尺的同事说 咖啡归他的部门管 这作者心里就在想说 开什么玩笑 部门 这一个便利商店的总面积 还不及他们家的客厅大 居然还有分部门 这也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其实对于这个店员而言 去补充一个咖啡 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而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 就如同生命当中 有些事情的看法 往往只是一念之间 或者是很多事情 你只是因为问对问题 从你是一个受害者 变成是一个拥有力量 解决问题的人 这其实都不难 在我们的理性层面 但是在我们 非理性的层面呢 你是不是让自己 乞取自己 让你自己变成是一个 有担当的人呢 所以呢 其实生命当中 他有他的使命跟任务 但不管你有任何的才华才能 千万记得 把你的生命 的能量 集中在解决问题 而不是制造问题 把你生命当中的能量 集中在 问对问题 而不是直接 而不是直接 忽视问题的力量 所以呢 其实当你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可以负起责任 当你面对领导的时候 你可以用对的问题 去引导所有人 激发动力 就是这本书 整个内容架构 告诉我们的 于外 于内 于原则 于终极目标 行为都跟我们做一个清楚的交代 但是呢 清楚归清楚 也希望你呢 除了看他 知道他的内容 我为你做个总版之外 其实实践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一点是 没有拥有这本书 我看你是很难去实践的 生命当中 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 不如你意 就如同张忠谋先生 他写过一篇文章 他的标题叫做 常想一二 也许你会想说 常想一二什么意思呢 他这篇文章的衍生 就是从 我们知道 有一句话这么说的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所以你应该听出来 张忠谋先生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十件事有八九件事不如意 那切记一件事 你要让你自己的生活快乐 让你生命更有力量 那你就去常想 那顺利的一两件事情吧 所以呢 常想一二 而下一句就是 不思八九 你一定有能力 你一定有力量 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首先呢 你要先学会 负起你生命当中 你自己是你自己主人的责任 祝福各位 希望各位都能够 跟我们一起推动 书香社会阅读人生 再会 各位阅读今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 开语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这段内容 QBQ 谈的是 它的怎么样使用的部分 那既然谈号的部分呢 其实我再次提醒各位 在今年2006年1月1号 QBQ的五项修炼 这本书 由John Miller先生 所写的QBQ系列 第二本书 也已经出版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QBQ怎么落实在生活当中的 五项原则 五项修炼 那你可以看这本书 QBQ的五项修炼 那我个人呢 在看QBQ问题 背后的问题 这本书的时候啊 我觉得呢 它是我自己在运用上面来说的话 我都会把它当成是一种 自我提醒 也就是自我要求的一个工具 千万切记一件事情 这本书 你在吸收它 学习它 使用它的时候 不要把矛头指向 除了你以外的其他人 其他团体 或者是其他的对象 因为呢 QBQ最主要是要告诉你 你个人的担当 而不是呢 要你去改变 调整别人 要让别人有 他自己的个人担当 当你脑子里面 有开始要去调整别人 而不是以身作则 而不是行物 展现行动行为的话 那你已经失去了 QBQ的本意 就算你表面上 好像符合了QBQ的原则 但是呢 你却没有符合QBQ的精神 所以呢 在这本书 它在后面的部分 它就有提到 如果呢 你做的事情 你应该说 你说的话 你所表达出来的东西 只符合QBQ的原则 但没有符合QBQ的精神的话 那还是没有在实践QBQ 那这个部分呢 在实用的部分 我在这一段语音档的末段的时候呢 我会为各位做一个说明 所以我们来看看 在我自己个人 我在使用上 我经常会用来提醒 我自己有哪些东西呢 他这边就有提到 其实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 在很多时候 很多错误危机 所产生的时候 会听到这样的话 叫做 不是我的错 不干我的事 或不是我的问题 但是呢 Miller先生哦 他写下这本书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身旁 常常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自己 或者是我们身旁的同事 家人 或者是朋友 都会有类似的话 比如说 这个工作 该归哪个部门负责 他们为什么不事先沟通好 谁应该为这些事物负责任呢 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些改变 什么时候 才有人来教导训练我们 其实呢 这无形当中 是暴露了我们 缺乏责任感的部分 所以呢 我自己就会常常哦 在我自己 当我发问 脑子里面有念头出现的时候 我就会解释 我这个问题呢 我这个脑子的一些想法呢 是把责任归到别人身上 还是把责任呢 让自己很清楚 自己是要去负起一定的责任的 所以呢 其实呢 我觉得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思考看看 当你碰到危机问题或状况的时候 你首先把矛头指向外 还是指向你自己呢 除了呢 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一种心态的转变 和一种所谓的自我提醒的系统之外呢 更重要一点是哦 其实我们说 当你不断的去 让自己有这方面的修炼 或者是修养 这么说也可以 如果你开始 自己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这边有一句话 给我自己很大很大的提醒 其实呢 如果你是一个团队负责人 团队领导人 或者是呢 你的工作 或者你生命当中 你需要大量的跟其他人合作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句话 当成是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这句话这么说的 我自己也把它当成我自己的座右铭 他说 队友就是把你看透以后 人觉得你是很好的人 队友就是把你看透以后 人觉得你是很好的人 各位 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把握 你身旁跟你共事合作的人 把你的这个身上的这个 把你身上的所有的这个概念啊 能力啊 也就是说啊 把你的底细全摸清楚之后 仍然会觉得你很好呢 这表示你言行一致 表示呢 你愿意负起生命当中 应该要负的责任 所以呢 其实这本书 我觉得呢 他在使用上面 他很多话 你可以把它当作名 除此之外呢 他教我们运用改进 我们问问题的方式 帮助包含我们在内的个人 发挥个人担当的精神 所以呢 这我在第二段的语音内容当中 也有为各位说到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 在实用的部分 问更好的问题 怎么问呢 其实呢 这是建立在一个 作者的一个观察 因为他观察到很多人 碰到状况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 往往会做一些负面的反应 这就好像想到 我之前有导读过的一些书哦 那里面都有提到 人有焦虑的本能 好像是比如说 不断幸福论 这本书也有提到 类似的概念 因为呢 我们在远古时代的基因 告诉我们 如果呢 一个人是不懂得 因为一些蛛丝马迹 去联想到 可能的负面状况 比如说 当你在你的洞穴附近 看到一个很大的脚印的时候 这时候你没警觉到 已经有野兽在附近出没 那你是不是很容易被吃掉呢 所以呢 我们的基因传承下来 的确焦虑有它正面的意义 焦虑让我们更能够 未雨绸缪 焦虑让我们能够 保护我们自己 可是呢 时至今日 这样的焦虑本能 当它被留下来 而摆到现在的社会 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猛兽 等等的让我们去担心 可是呢 我们这样子反射式的 负面反应 却会一直困扰我们 一直困扰我们 让我们会 把自己保护的紧紧的 但是呢 保护自己相对的一言 当你是抱着一个 封闭的心态 你就不会去思考 进一步的可能性 所以呢 其实在这边 QBQ的三项指导原则 我就不再赘述了 你可以检视一下 像刚刚说 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那这是不是 就会把一个问题 推向负面的反应 但如果你能够问 我能够做什么 或者是呢 在这件事情里面 我能失利的点在哪里 其实你会发现 同样的状况 别人看你 包括你自己 对自己的肯定 会绝对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在使用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会去 慢慢的潜移默化 调整我平常 碰到问题的时候的 问话方式 比如说呢 当有人跟我分享 他最近有些计划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脑子里面的想法 我会让自己 从原本的 这干我的事 或不干我的事 变成说 这件事里面 我能帮上什么吗 我能做些什么 这也在增进 人境关系的部分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是非常受用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问话方式 也是无形当中 不管是由外影响到内 还是由内 散发到外 也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去责怪别人 不要我们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就会思考 谁的错 谁没有在期限内完成 或者是谁的失误 这样的话 其实会造成团体之间的对抗 冲突 而且呢 对于大家 把问题解决 危机处理掉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所以呢 其实他这边就举到 我觉得是蛮像绕口令的 他说 从最小的团体 到最大的企业 从最基层的群众 到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有一种名叫 责怪的瘟疫 正蔓延开来 几乎无人得以信念 执行长呢 责怪副总裁 副总裁 责怪经理 经理 责怪员工 员工责怪客户 客户责怪政府 政府责怪人民 人民责怪政客 政客责怪学校 学校责怪家长 家长责怪青少年 青少年责怪爸爸 爸爸责怪妈妈 妈妈责怪他的经理 经理责怪副总裁 副总裁 责怪执行长 没完没了 这个就是作者所谓的 责怪恋 正因为呢 他是如此的真实 所以呢 会带有一些 滑稽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在怪东怪西 就不去想想看 自己能做什么时候 他倒退回来 就像地球是圆的一样 他倒退回来 还是会烦咬你一口 因为责怪 以及去问 究竟是谁搞鬼 对于解决问题 是没有帮助的 反而会制造恐惧 焦虑 摧毁 创造力 在人与人之间 足起高墙 人们呢 不借由 劳力激荡 和团队合作 把事情做好 反而激烈的去指责 而一事无成 除非呢 停止彼此的指责 开始实践 个人的担当 否则 绝对不可能 发挥最大的潜能 所以呢 符合QBQ 三个原则的问题 应该是 我该如何解决问题 我该如何 尽自己的力量 推动这项计划 我该做哪些事情 来一肩 担起眼前的 成败责任 所以呢 其实有担当的人 他是谁都不责怪的 包含他自己 他会专注在 他能做的事情 他能掌握的资源 而不是关注在 这个责任 到底应该谁做归属 所以呢 其实 这无非就是一种 所谓的主人的精神 什么叫主人的精神呢 在这边举个例子 作者呢 因为他电话出现了杂音 结果呢 派电话公司人来修理 第一个 请了第一个 修理的工人 很卖力的 修了一阵子 回去了 但到第二天 杂音又出现 又派另外一个 来修理 结果呢 问题还是在发生 就到了第三个工人 来的时候 作者描述了整个问题 并且呢 接着听听看 这个第三个工人 会有什么道怨 因为呢 作者预期 这个人一定会说尽 前面两位同事的坏话 但是呢 这位朋友反而没这么做 他说了一句 非常有力的话 他说 米勒先生 我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但我很乐意为此道歉 这就是所谓的主人精神 承诺用自己的智能 心力和劳力 来解决问题 而绝对不再 争功为过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承诺 也有人说 其实呢 你要在职场上面成功 首先你就要学会 先用老板的角度 去想事情 这也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从这个企业的老板 从这个企业的执行长的角度 来想事情 自然你很多事情 很多眼光会更宏观 很多抱怨 会随之而烟消云散 所以呢 切记一件事情 集中到你个人的力量 不要把焦点模糊掉 其实呢 很多人都是团队的信奉者 但是呢 如果不谨慎小心 到头来 你可能会运用 团队的这个词汇 这个语言 就是我们这两个字 来取代你个人的担当 比如说你会说 团队没赶上期限 团队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 团队没有把事情做好 团队的任务不明确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一个好的团队 是好的个人组成的啊 所以呢 个人的担当 重点不再改变其他人 而是改变自己 而改变现况 所以呢 个人担当 是个人力量的一个延伸 而千万记得 不要用团队 这两个字 和它象征的语言 来当作是借口 这等于无形当中 讲重一点哦 就等于你强奸了 团队这两个字 强奸这两个字的字眼 是很重的 但是在很多 比如说这种有关于一些学术上权力的一个探讨 或者是性别阶级等等的探讨 都用强奸或强暴这两个字 因为它很深刻很生动 它象征一种侵犯 虽然切记一件事情 不要扛着团队的神主牌 而怎么样 而逃避你个人应该负的一个责任哦 好 既然这样的话 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而个人力量的延伸 它除了能够让团队更有力量之外 其实它有无形当中创造一个领导的情境 而什么样的人才是领导人呢 其实领导不是一种位置 领导是一种选择 一个人到公司的时间长短 不代表他是不是就能够成为一个领导人 充其量 他只是拥有一个可能比较好的职闲 经理或者是副总的这样的人罢了 当然啦外在比如说好车好房子也没办法评量一个人的领导能力 其实呢领导能力是跟个人的想法息息相关的 就算呢你初来乍到一家公司 但是你的脑袋是用领导人的思维 那很快的你就会成为这家公司的领导人 领导呢是无时无刻修炼自己的想法 撇开角色与层级不谈 领导是实践个人担当决定做出正向贡献的那一个人 所以呢只要你用领导人的角度思考 每个人都可以是领导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在应用的部分 真的强调到他一个精神价值层面 他就是在训练你怎么样领导 用领导人的角度来想事情 因为领导人通常是一个公司或一个组织位阶最高的 今天呢也许呢 你如果只是一个经理 你有问题你还可以抱怨你的总经理 你有状况你还可以请人资源跟资 你等于说网上找还有你的父母亲 网上找你有你的上司跟主管 但是如果你系个领导人 你是一个企业领导人最大那个头头啊 你可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这样的一个权利 但是呢 你会发现你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权利 你就会开始想我能做什么 而不会再把问题的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 所以呢QBQ最后呢 他在这边就谈到你要符合的是QBQ的文艺 就是表面上的原则 你更要符合他的精神 他的原则呢就是以什么该如何的形式问句 而不是推诿 比如说为什么什么时候换谁 第二个包含我这个字在内 而不是他们我们你或你们 而且第三个把焦点放在行动上 但他背后的精神就是个人担当 个人担当分别就是 不要有小媳妇受害者的心态 不要再拖延或者是怪别人 第二个精神叫做我只能改变我自己 不要试图改变别人 第三个当下就去执行 Just do it 所以呢其实QBQ的精神哦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可是很多问题可能符合QBQ的表面的原则 但是呢不符合QBQ的精神 比如说我该如何改变你 我该如何避开这件事情的责任 或者是我今天可以怪谁 所以呢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些问句完全符合这三大规则 但是呢他的精神却是违背了个人担当的精神 作者就说违背QBQ的精神 这样的问题就不算是QBQ 所以呢其实 在作者虽然他用一个轻薄短小简易的文字 但是呢他的内在却是很坚持 他QBQ原汁原味到底在说什么 QBQ他强调的就是你个人应该担负的一个责任 他不是要让你用QBQ的原则 去当作是一种借口说辞 而把责任推诿到别人身上 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在使用这些过程当中 我觉得整个一体适用整个一气合成 我觉得会先从我自己看事情的角度 我没有领导人的角度看事情 第二个呢我开始问问题的时候去检视自己问的问题 到底是符合QBQ的原则和精神 还是呢没有符合原则也没有符合精神 更可怕的就是符合原则但是呢违背了精神 所以呢这个东西我在运用上面会常常提醒自己 但是当然最后这本书就告诉我们重复是学习的动力啊 所以呢如果你要把他的精神 把他的技巧把他的各个层面运用在你生命当中的各个发展的话 那其实呢重复吧 这本书呢你去看他的一遍两遍三遍十遍的 你永远会发现一件事情 第一个你一定越看越快 第二个呢他真的还蛮轻松的 各位他整个total的页数不过是154页 而他的一个排版文字 他包含图等等的哦 其实呢你读起来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易读 更重要一点是这么易读的东西 他虽然轻薄短小 但是呢他却没有让你觉得他空洞的感觉 而且呢当你读完这本书 再把QBQ的五项修炼一起一并的把它读完之后 QBQ问题背后问题 这第一本书等于告诉我们一个清楚的一个个人担当的架构跟概念 而第二本书就告诉我们怎么去实践它 祝福各位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你自己生命当中真正的主人 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推动书香社会 阅读人生 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